雀巢表示,已经将旗下Gerber品牌的婴儿食品配方奶粉从荷兰运往美国,并将AlphaMino品牌的婴儿配方奶粉从瑞士运往美国。公司优先考虑这两项产品,因为它们对婴儿具有重要的医疗意义。 英国消费性产品制造商李杰什表示,将把婴儿配方奶粉产量提高约30%,并会加速送货,以弥补美国超市全国性的婴儿奶粉短缺问题。 李杰什北美和欧洲营养部门则传出,已允许工厂无限加班,范围涵盖美国密西根州、印第安纳州和迷尼苏达州三家工厂。 至于这起奶粉缺货潮的源头,是由于美国制造商亚培工厂出现细菌感染,被迫在2月回收十多种婴儿奶粉并关闭工厂,结果导致美国超市出现恐慌性抢购婴儿奶粉的情形。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